您好 欢迎收看4月29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旅会 县长徐中卫在局处长还有校长们陪同之下 分别前往了明年国小 明里国小 明义国小 宜昌国中 文蓝国小 秀峰国小等校舍 来会刊地震灾后的受损情形 县长逐一检视建物的损害状况 同时要求校方再请结构技师来进行二次鉴定 要重复确认灾损情形 县长徐中卫表示给学童们优质舒适的学习环境 欢迎县政府责无旁贷 这次校与建物灾损情况严重 但是也感谢平时花园县所属的学校 无预警的防灾演练 以及平时的准备 自主安全防护 外部救援 以及相关通报作用的落实 确保时尚的安全 县长徐中卫也仔细聆听校方改善的需求 既然完善校园硬体设施 提供学生们最优质的学习环境 欢迎县政府教育就表示 这次地震造成花园县内有许多学校设施设备受损 其他各界伸出援手 一起帮助花园师生重建校园 县府团队也会努力协助花园教育的灾后附件 尽数让在地学者们恢复正常校园生活 包括县府教育处代理厨长翁苏明 文化局长吴敬毅 明年国小校长邦志明 明年国小校长萧美珍 以昌国中校长梁仲志 文化国小校长苏汉斌 苏凤国小校长做生意等人 共同来参与会刊 记得就位华彩华 正如 化学生后来必带 成来堵比赞 提供 提供 核 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